妹妹总觉得 这索尔娜的话十分可疑 姐姐 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妹妹放心 姐姐自有分寸 谢婉 朕听说白天 靖妃和淑妃过来看过你 你们还聊了 很长一阵子的话是吗 小婉本来想向皇上禀报的 没想到 有人先向皇上禀报了 朕觉得这件事情 有点奇怪 他们二人从来没有到 中翠宫来看过你 为何今天突然来看你呢 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 皇上 你别这么严肃行吗 瞧你这脸色 把小婉吓得心里 咚咚乱跳呢 小婉 朕是担心你 你不了解 靖妃 她有多麻烦 她来找你一定 没有什么好事 皇上 你多虑了 靖妃娘娘和淑妃娘娘 今天不过是来看看小婉 小婉不是跟皇上 已经说过了吗 自从皇恩娘 接纳了小婉 小婉便和后宫姐妹们 接触得多了 这靖妃娘娘和淑妃娘娘 对小婉 已经没有从前的敌意了 再说 他们今天人都已经来了 小婉 也不好把人家拒之门外 是不是 如果仅仅是来看看你 那倒无妨 但如果 靖妃对你说了什么 包藏祸心的话 你一定要及时让朕知道 皇上你就放心吧 小婉在这后宫里 不也算是 惊艳老大之人了吗 谁要是想 包藏祸心的话 小婉的火眼金金 立刻将她识破 你能这么想 朕就放心了 小婉 现在还有一件事情 让朕费身 皇上又遇到什么事了呀 皇上不妨跟小婉说说 小婉为皇上解忧啊 皇贵妃的位子 一直空着 按照规矩 是不能空太久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我大清朝的皇上 还会被这样的事难住 这后宫有两位贵妃 皇上可以从中择其一呀 小婉 朕想立的皇贵妃只有你 只有你也 皇上坐 好 朕今天过来 是为了看看你 也看看你肚子里的孩子 怎么样了 皇上 臣妾这一次 可是万分小心 臣妾肚子里的孩子 好得很呢 有什么反应吗 现在月份还小 所以呀 没有什么动静 朕想啊 这个格格一旦生下来 肯定和你一样 活泼可爱 好动 郭真 朕想跟你商量点事 皇上对臣妾说的话 那就是圣旨 怎么能用商量二字呢 不 这事啊 朕必须和你商量 和旨意无关 郭真 你跟德飞关系最好 德飞的情况 非常特殊 他不能怀孩子 其实 朕每每每看到 你们怀上孩子 就会想到德飞 因为她是汉人女子 皇姑娘就不准 她怀上孩子 这心里真的很难受 这 这对董姐姐 实在是太残忍了 对一个女人来说 这的确很残忍 而且 德飞自己 一点错都没有 所以 朕心里 想对她做些补偿 皇上 是想让臣妾 做点什么吗 只要臣妾能做到 臣妾 一定会心甘情愿 绝对不会有一丝含糊 朕就跟你说实话吧 你要 为朕做一点牺牲 没问题啊 只要是对董姐姐好 臣妾 一定会心甘情愿 高高兴兴的 皇上你告诉臣妾吧 是这样的 这皇贵妃的人选 必须要在这几天定下来 皇娘和皇后 他们选的都是你 如果 不是因为德飞 情况特殊 朕想 朕也一定会选你 但是现在德飞 朕故意不去 朕 国阵 朕知道 皇贵妃的位置 对后宫的嫔妃来说 是何等的重要 皇上 皇上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 皇上太小看臣妾了 朕没有想到 你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臣妾的反应能不强烈吗 臣妾对董姐姐 就像亲姐姐一样 皇上竟然还担心臣妾和姐姐相争 这皇贵妃之位 肯定该是董姐姐的样 皇上您 竟然担心臣妾 皇上真是一点也不了解臣妾 太不了解臣妾对董姐姐的感情 有多深 皇上太小看臣妾的胸怀了吧 顾朕 是朕不好 是朕误会你了 正向你道歉 你真的太可爱了 皇上 臣妾 其实早就知道了 臣妾还一直跟董姐姐说 这皇贵妃位 是非他莫属的 谁要是想跟董姐姐争这位 谁就是小狗 臣妾还知道 皇上是这么想的 皇上心中 董姐姐早已是皇贵妃 臣妾还一直为董姐姐高兴呢 你说你早就知道了 你说你还跟得妃说了 怎么得妃好像一点不知情的样子 郭阵 怎么回事 皇上 臣妾刚刚一时激动 臣妾失言了 臣妾可是答应过 不跟任何人说起这事的 皇上不要再问了 臣妾可不能泄命啊 泄什么命 你赶紧告诉朕怎么回事 你是怎么知道 皇贵妃人选一世的 这件事情 朕可没对得妃提起过半句 娘娘 德妃娘娘来了 欢迎德妃妹妹 光临贤福宫啊 靳妃娘娘已经来中翠宫 看过我两次 其实 我早就该来拜访靳妃娘娘了 走 今儿咱俩好好聊聊 这可多娜 皇后娘叮嘱过她 不可以将皇贵妃人选之事 告诉任何人 以免引起是非纷争 可她为什么要告诉你 她到底是何居心 皇上 皇后娘娘 可没有什么居心呢 皇后娘娘也是好意 她还一再叮嘱臣妾 千万不能失言 是臣妾不好 臣妾刚才说错话了 皇上 你可千万不要怪罪皇后娘娘呀 就算要怪罪她 也要等 德妃即为皇贵妃之后再说 如果 多娜在这件事情上 能跟朕站在一起 朕倒可以不怪罪她 那臣妾 先谢谢皇上 不过说到皇后娘娘 臣妾又觉得好害怕 害怕 害怕 为何呀 皇后不是一直对你很好吗 皇上 是臣妾胡乱瞎想的 对 皇后娘娘一直都对臣妾很好 臣妾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是说错话 不许臣妾 这件事情 董姐姐还一再叮嘱臣妾 她说不能告诉皇上的 董姐姐 这件事情跟德妃还有关系 董姐姐 你赶紧一无一失地 向朕禀报 不得有任何隐瞒 皇上 臣妾说过 臣妾 不会瞒着皇上任何事 这件事情 臣妾也不会瞒着皇上 董姐姐 她 她也是好意啊 董姐姐 董姐姐 郭真 你现在怀有生日 不必归路 谢皇上 别着急 慢慢同臣说 到底怎么回事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得飞 你就有所顾忌 有所隐瞒 是 德妃娘娘 再过几天就必须要确理皇贵妃了 皇上如此宠你 禁妃娘娘 这事是该皇上和皇阿娘决定 我们就别再讨论了 本宫也是真心关心你 才想跟你聊聊 其实这事明摆着 皇贵妃的人选 就你跟两位贵妃 说实话 你们三个都是好人 无论是谁晋升为皇贵妃 本宫都没有怨气 禁妃娘娘 这皇贵妃之位 小婉从来没有想过 即便是皇上这样想 小婉也绝不会答应的 德妃娘娘的话本宫相信 可皇阿娘如今的想法 我估计 她定是想让蓝贵妃上位 然后进德妃为贵妃 不过咱皇上如今是越来越强了 这回皇阿娘怕是拗不过皇上 禁妃娘娘 这件事情 小婉实在毫无兴趣 好好好 那有关于皇贵妃的话题 本宫就不再说了 咱俩聊聊别的吧 德妃在暗插皇后 你没告诉皇后吧 没有 东姐姐可是一在叮嘱臣妾 这件事情 臣妾连皇上都没有禀报 怎么可能告诉皇后娘娘呢 这么大的事 德妃她居然敢瞒着朕 还要你也瞒着朕 她到底想干什么 皇上 皇上息怒啊 东姐姐也是为了臣妾好 她也是怕臣妾的孩子 会受到伤害 这怎么可能呢 多娜她归为皇后 她怎么会害朕的孩子 她跟你关系这么好 说出来你信吗 皇上 可千万不要生气 是臣妾不好 臣妾没有帮东姐姐 掩守秘密 臣妾罪该万死 朕现在 就去让德妃说清楚 我们她到底想干什么 大公就要告成 只差 最后一切 刘公公 什么事 德妃娘娘出去了 出去了 去哪儿了 去贤妇宫 拜访静妃娘娘去了 万岁爷 万岁爷 什么事 奴才德报 德妃娘娘不在中岁宫 去哪儿了 说是拜访静妃娘娘去了 速传她回来见朕 朕就在这儿等她 这儿 刘公公 皇上怎么了 火气这么大 我也不知道啊 大概是跟静妃有关系吧 姐姐 刘公公来了 样子很急 停轿 见过德妃娘娘 刘公公免礼吧 谢娘娘 刘公公 怎么会来这儿找我呀 德妃娘娘 万岁爷在中岁宫 龙颜大 真正的凶手 更承真不解的是 你今天还去看了苏尔能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皇上 或许小婉 不该怀疑皇后娘娘 可如果静妃娘娘 所说的是真话 那害果真妹妹流产的 真正罪魁祸首 就还没有找到 果真妹妹 和后宫其他姐妹 就还会有危险呢 你太异想天开了 多娜和果真的关系那么好 她是绝对不会害果真的 多娜仁善怎么会想出 这么恶毒的方式 去害果真呢 你真是太天真了 苏尔呢 就是想利用你 来搅乱后宫 来为她自己翻案 这点你都没看出来吗 再说了 她想翻的案 还是朕亲定的案 难道你还想帮着她 推翻朕亲定的案不成 皇上 臣妾没有想 帮静妃娘娘翻案 臣妾是真心觉得 这件事的确有蹊跷 最近 臣妾 是跟静妃娘娘 走得近了一些 臣妾越来越觉得 静妃娘娘 并非像传言中的那般恶毒 你太天真了 苏若娜太会演戏了 朕太了解她了 她拿你当姐妹 不可能 她现在看你在朕这里受处 她想利用你 你现在居然去看她 你去相信她的话 你却甭震最讨厌的人 你让朕怎么想你啊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她说 娘娘 娘娘 臣妾给娘娘惹麻烦了 怎么了 什么事这么惊慌 孩儿 你带她们出去 把门关上 别让人进来 是 妹妹 起来说话 谢娘娘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皇上 来看望臣妾 皇上这次是铁了心 要进董小婉 为皇贵妃啊 皇上的训斥 臣妾暂时不能接受 是 臣妾是不该怀疑皇后娘娘 可是臣妾这么做 也是担心果真妹妹 和后宫其他姐妹再遭毒手 臣妾心如清泉 毫无杂念 可是皇上的训斥 让人觉得 似乎臣妾是有所图谋 在下面搞什么阴谋诡 你怎么又自称臣妾了 小婉 不知道 臣妾这么生那么大的气吗 不知道 臣妾 是因为你不应该瞒着臣 你知道吗 是 这件事 臣妾照里说是不该瞒着皇上 是臣妾不对 可是臣妾之所以不敢告诉皇上 是怕皇上知道后 一定会龙烟大怒 事情便没办法进行 可是 臣妾没想到 果真妹妹没守住这个秘密 还是让皇上知道了 德飞 看来 你还是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你知道 朕为什么去看果真呢 朕就把实话告诉你 朕去看果真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你 为了我 对 马上就要见皇贵妃了 朕心目中的人选是你 可皇娘 皇后她们不认可 她们认为最佳的人选是果真 因此朕想去说服果真 让她主动退出竞选皇贵妃 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皇上知不知道 皇上这么做 后宫必定会大乱 皇阿娘也一定会左右为难 小婉对皇贵妃职位 毫无念想 这是皇上是知道的呀 再说今生果真妹妹 为皇贵妃 是再合适不过了 皇上为什么要劝果真妹妹 主动放弃啊 皇上这样做 对果真妹妹极不公正 也太残忍了 老师 无缘 崖赫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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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 姐姐 当时是皇上一再逼文 妹妹实在是没有办法 才会说出 是姐姐告诉臣妾 皇贵妃之事的 皇上知道就知道了吧 也不是什么大事 大不了 本宫挨皇上和皇阿娘 一顿训斥就是了 反正 本宫也是出于关心你 为了你好 姐姐 皇上还说 如果姐姐 能在德妃 尽上皇贵妃之事上 与皇上同心同德的话 皇上就当不知道这件事 也不会责罚姐姐 那皇阿娘也就不会知道 皇上抓住了本宫的把柄 你又这么想成全你的 董姐姐 那本宫 也只能跟皇上 同心同德 帮助你董姐姐 也不认为上位了 小雯 如果医治朕 朕早就 封你为后了 但因为你的身份 因为皇阿娘的阻挠 朕实在是没有办法 可是你在朕的心目中 你要比果真强上百倍 所以这次进皇贵妃 朕必须要晋升你 朕不但要晋升你 朕还要在 晋升皇贵妃的同时 大赦天下 原来皇上说的 大赦天下的 忧头喜事 是指这个 就是这个 皇上 皇上对小雯的情 太重太重了 小雯 小雯真的难以承受啊 小雯 小雯 朕跟你的情 天地可见 天地可见 日夜未争 朕只是觉得 为你做得太少太少了 朕真的是 太委屈你了 不 你做得太少太少了 皇上为小雯做的 实在太多太多 皇上对小雯的爱 也太深太深了 朕希望 从现在起 你不要再查皇后 你不用去给皇后道歉 更不要再听 苏儿拿的话 你能答应朕吗 小雯答应皇上 小雯不再过问 皇后娘娘的事 可是皇上 你也一定要答应 小雯一个请求 小雯对皇贵妃之位 实在没什么念想 皇上千万不要 借小雯为皇贵妃 皇上不要让皇后娘 左右为难 事到如今 小雯恳请皇上 恳请皇上答应小雯 四位 姐姐 妹妹 哪里是要成全董小婉呢 妹妹是只能跟皇上这样说 妹妹的心意 姐姐你是最清楚的 再说了 姐姐不是 也极其不愿意 看到董小婉上位吗 就这么说来 妹妹尚未的心意 还是十分坚决的 是 妹妹的心意 十分坚决 再说了 这皇贵妃之位 总不能让一个汉女子 去作罢 可是 皇上又不知道妹妹的心意 所以妹妹 请姐姐成全 姐姐若是成全你 那是跟皇上作对 惹皇上动怒 姐姐 今生皇贵妃一事 姐姐本来就有一份 说话的权利啊 而且皇后娘的心意 又十分明确 姐姐又在怕什么呢 姐姐若是跟皇上 保持一致的话 皇后娘恐怕 会对姐姐不满 倘若姐姐表明立场 反对董小婉 晋升皇贵妃 那皇后娘 就会多一个支持 这董小婉 就更加无望了 妹妹 妹妹相信 皇上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跟皇后娘闹翻的 只要姐姐态度鲜明地站出来 只会对姐姐有好处 妹妹 可是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成熟了 姐姐其实是怕妹妹打退堂鼓 只要你不退 姐姐又怎么会眼睁睁地 看着那个董小婉上位呢 妹妹多谢姐姐夸奖 妹妹 这可是在姐姐的教导下 慢慢成长的 妹妹可是越来越淘气了 疾病皇后娘娘 此宁宫来人传话 太后娘娘请娘娘 晚上后过去议事 知道了 怕是要议着皇贵妃的事吧 今天晚上恐怕跟皇上 还有一场冲突呢 姐姐 妹妹晚上就去看董小婉 探探皇上对她说了些什么 今日皇帝跟果真谈话 恐怕是委屈果真了吧 老娘 儿子没有委屈果真 儿子刚说了个头 她就跟儿子说 是儿子错看她了 她说 丝毫没有想进皇贵妃的念头 果真说她心目中 最佳的人选是德妃 她还为朕 尽德妃为皇贵妃 而感到欣喜不已 面对皇帝 果真怕也只会这样表态 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问当事人 当事人的回答也不可以相信 有谁好意思敢在皇帝面前 说皇贵妃之位非我莫属呢 多娜 额娘说得对吗 皇额娘圣名 这种事乱到谁头上 谁都会表明自己绝无思念 皇额娘 果真和德妃 他们说的全都是实话 不瞒您说 在皇贵妃这件事情上 德妃一直在拼命地拦着儿子 她根本就不想当这个皇贵妃 既然是这样 皇帝为何不考虑德妃的心意呢 儿子想 德妃和果真的坚词 都是出于孝顺和谦虚 可皇贵妃的人选总得定 无论等到何时 总得见一个最合适的人才好啊 皇帝 我听刘光彩禀报 最近德妃跟靖妃有些来往 今天德妃还去回访靖妃 额娘对他们两个人的突然来往 有些奇怪 皇帝 您可知道这里面的缘由吗 皇额娘 儿子也是今天刚知道这件事 儿子质问过德妃 可德妃却对儿子说 他认为索尔娜是真心想和他交好 索尔娜和淑妃 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敌意 德妃的回访 完全是出于礼节和善意 不过 儿子还是狠狠地训斥了德妃 并警告他 以后绝不可以再跟索尔娜 有任何的来往 姐姐都是妹妹不好 妹妹一时失口说错了话 害得姐姐受得这么严厉的训斥 妹妹真的是好后悔 妹妹怎么总是藏不住事呢 果真 妹妹 这件事既然已经过去了 你就不要再介怀了 皇上训斥我 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 皇上只不过得 靖妃娘娘成见太深 再者说 皇上如果有心要问 以妹妹心思单纯的个性 想瞒也是瞒不过去的 姐姐 姐姐 妹妹有一些话 想单独跟姐姐说说 寇寇 你带上云儿 先去门外守着吧 是 走 果真 妹妹 有什么话你便说吧 姐姐 咱们在这里说的话 这外面万一有人经过 我怕也会听见 妹妹今天所说的话 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 那好吧 那咱们俩到睡房谈吧 好 皇帝 皇帝 额娘和皇后都认为 晋升皇贵妃还是果真最合适 同时晋升德妃为蓝贵妃 这是十分英明的决定 德妃自己也会心安 是吗 皇后 你也是这意思吗 皇上 臣妾的意见无足轻重 不过臣妾以为 为了后宫的安宁 为了皇额娘更趁心 也为了晋位的公正 臣妾完全赞同皇额娘的旨意 公正 说到公正 那朕还真有件事情想问你 你为何把皇额娘和朕的意思 私下告诉了果真 这公正 不要再推辞了 姐姐不能生孩子 妹妹已经为此事 替姐姐痛苦不已 姐姐若是再推辞的话 可就是把妹妹 置于不仁不义的劲敌了 妹妹千万别这样说 妹妹的真情好心 姐姐十分感谢 可是皇贵妃之位 妹妹是再合适不过的 而且皇上也已经答应我 不再考虑让我晋位之事 姐姐 那是皇上在敷衍你啊 皇上对姐姐的爱 可是天高地厚的 皇上是绝对不可能改变主意的 那姐姐便在苦劝皇上 总之皇贵妃之位 姐姐绝不考虑 也绝不接受 姐姐 你为何要这么固执呢 怎么了 姐姐 刚才可能是太过激动 好像是动得太气了 冬姐姐 日儿身上 带着安胎定神的药 麻烦姐姐帮我去拿一下 我吃了就没事了 那你安心在这儿等着 我去去就来 皇帝 前一阵子 后宫已经够乱够险了 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咱们不要再为 晋升皇贵妃的事折腾了吧 就定果真好吗 皇后娘 果真和德妃的感情极好 果真都说了 她绝对不会和德妃 争抢皇贵妃之位 如果现在这么强定果真 果真她心里会非常痛苦的 臣妾去说服果真 果真还是听臣妾的 朕还没有说完 你急什么 我 皇后娘 您再想一想 皇贵妃的人选一定 若干年都不会多 您已经下旨不让德妃生孩子 这就算是对她的一点补偿 可以吗 这样吧 现在离宣布 新晋皇贵妃的时间 还有几日 我们都好好想想吧 皇后娘 皇后娘 希望皇帝也好好想想 也许皇帝就与我们的想法一致呢 如果真的不能 恐怕我们只好宣布 晋升皇贵妃一事 得破例暂时搁置一段时间了 好 这个儿子同意皇后娘的提议 皇帝你不会突然间下旨 强行进封德妃吧 皇后娘您放心 进封皇贵妃 并不是进封普通妃子 皇后娘没有点头同意 儿子 是绝对不会强行下旨的 这个儿子心里很清楚 更何况 就算儿子擅策下旨 封德妃为皇贵妃 那也是无效的 好 皇帝清楚这点就好 怎么样 好些了吗 好些了姐姐 你真是吓坏姐姐了 你说 你要在姐姐这儿有个什么好歹 姐姐怎么跟皇上 还有果真妹妹你交代啊 姐姐 姐姐 这时候 妹妹快坐 谢姐姐 妹妹 你可不知道 昨天晚上 皇上和皇额娘 火药味可重了 双方都不肯让步 恐怕这皇贵妃的尊位 一时之间还定不下来 不过 昨天晚上 本宫也豁出去了 还跟皇上 当面顶撞了几句 臣妾 永远铭记皇后娘娘的恩德 这定不下来也好 反正啊 董小婉也上不了位 不过你知道吗 皇上现在晋升董小婉的同时 大赦天下 什么 皇上可没跟我说过这事啊 姐姐 皇上 是要把董小婉 当皇后一样再丰再丽啊 可不是呢 若是这董小婉真的上了位 别说是你 恐怕连本宫都没好日子过了 姐姐 反正董小婉还上不了位 咱们先不说这些了 明天在姐姐这里 有一个例行的聚会 姐姐要训事些什么话 可以先告诉妹妹吗 不认识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训事的 不过我想 关于这皇贵妃的策利 怕是仲妃最关心的事情了 本宫倒也想看看 董小婉会说些什么 不认识